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两个国家 一个呢是海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多米尼加 本来都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官 对对对 现在只剩下海地了 然后呢多米尼加 其实已经跟我们断交了 就在蔡英文任内 那这个加勒比海 你仔细看一下 跟美国的迈阿密之近 对 其实他跟这个海地之间的直线距离 是非常非常近的 而且海地呢 他从独立建国以来 他的独立建国史 其实就是一个美国干预史 可是美国呢 面对海地现在的高度混乱 他的决定是不会出一兵一卒 这跟他过去的惯性是不一样 那我觉得是不是他的惯性改了 这当然是一个观察点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海地政策 因为那就在他家门口哎 我们要我们要倒过来看 美国的矛盾了 就美国的对于 距离他十万八千里远的中东 他派兵他驻军他打他待二十年 他光预算书呢 这这二十年的预算书上面 投入阿富汗跟跟伊拉克的 就五兆美金以上 可是最后灰头土脸 现在通通准备准备车 那离他离他十万八千里远 可是对于他家门口的事情 他不管 那海地 海地是公开拜托美国 你派军队出来帮我稳住秩序好吗 美国说不要 当然对美国来讲 这就尴尬了 因为一方面从阿富汗撤军 然后又要派军队去海地 那个对美国国内舆论来讲 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又不小心 又陷入到了另外一个银闹里面 美国怕了 好不容易把大兵都撤回来 我怎么可能说在派部队呢 进到进到进到的海地 那海地没有埋葬过任何帝国 对海地也没有机会埋葬 埋葬任何的帝国 他永远埋葬都是他自己 对海地在这国家 对他老实讲 从如果你 你对于所谓的自由独立民主 你有崇高的信仰 我告诉你海地是 美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 他很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可是他独立了之后 他就一直形同孤立 就是他算独立了 可是他的人均所得 他的人均所得是 整个的美洲表现最烂 是美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 在联合国的所有的排名里面来讲 是倒数的 在美洲只有这个国家 你就知道海地的情况 遭到什么地步 那他95%呢是黑人 当然在早期移民的时候呢 从西班牙人 然后然后呢 到到到法国人 在海地的殖民的过程呢 当中 他们把当地 本来他的土著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都被杀杀光了 然后呢变成是纯黑人 为什么全黑 因为他95%是黑人 是非洲裔 就是当初其实呢 这个他们这个去找黑奴 对不对 运黑奴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岛屿上面 这个岛屿 其实就是黑奴到美国之前的一个警役在 是他跟了周围的周围的这些古巴啦等等 中南美洲国家 中南美洲我们知道绝大部分都都是讲西班牙语 西班牙跟原著 对那巴西呢 巴巴西是讲葡萄牙语 可是海地是法语 那海地95%呢 都是黑人 就是要要送到美洲大陆的当黑奴的黑人 都先在海地落脚 那如果呢 简易通过了 那再往那边送去 他是一个黑奴的集散地啦 早早期的这样一个殖民权 黑奴的集散地 所以导致海地后来全黑 那海地对他自己作为一个美洲国家 他自己是不认同的 他一直在参与非洲联盟的运作 他说我是非非非非洲人 虽然我讲法语的非洲人 可是呢 我我这么黑 我就是非洲人 好那海地因为他的经济情况很烂 他的社会结构呢 非常的 几乎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结构可言 因此 他跟台湾跟中华民国一直维持的外交关系 倒不是现在了 1965年之后就一直建立外外交关系 那你记不记得 这个这次当然台湾也大大露烈 台湾再度让全世界都看到 因为呢 这些的这这些 呃 怎么讲就是这些暗杀的 这些武装人士 武装的武装的这些呢 这些的暗暗杀的集团 他们呢躲到了中国 就中华民国驻海地的大使馆里面 对 十一个 对大家会第一时间呢 大家就会想说 哎搞不好这件事情 当年当年国民党有江南案 搞不好你蔡英文士是不是 是不是呢 对海地或者美国在策动台台湾 在海地呢 发动了一个推翻摩义士的争政变 因为摩义士的任期 是导致他在国内声望 大幅下降的原因 因为他的任期 他的反对派认为 他的任期今年二月就到了 对 但是摩义士说 不我的任期应该是到明年 好那这个呢 美国呢 其实也比较支持摩义士的看法 美国是支持摩义士的看法 说对他可以在家做一年 那因为之前海地 还相对稳定的原因 是因为有维和部队 2004年之后呢 联合国就派了维和部队 中国呢也参与了维和部队 虽然维和部队主要是巴西 主要是巴西的部队为主 可是海地发生大地震之后 指挥官副指挥官全死 所以呢 巴西后来最后呢 也不太想管了 那维和部队呢 2019年撤了 因为他2017年办办选举 办完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 那海地 美国人最喜欢这一套 你们已经选了 选好了 好我们撤 撤了之后呢 大家都以为海地 应该可以稍微像个样子吧 结果没有 你记不记蔡英文两年前去海地 他经过呢 他当然是经过海地了 因为只待了四个小时 只待了四个小时 他会说 你干嘛 他在美国好像待了三天吧 然后去海地四个小时 那当然去美国 东岸西岸都要各 各待个几天 那很happy啊 朋友都都在那边 到海地没有朋友 可是你待四个小时干什么呢 据说 大概这个消息是确定的 就是蔡英文一下飞机之后 摩一说 钱 很钱 钱最重要 钱带了没 没有 蔡英文大概觉得跟跟这人话话不投机 半句多 然后呢 就大概很快的做了一些的一些的承诺 那个新闻大概都见报了 台湾做了做了几亿美金的承诺 就然后呢 蔡英文就很快的走了 台湾 但是台湾跟海地一直都维持的这种这种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驻海地的大使馆 离他的总统府的非常非常近 不过重点是美国 我们我们刚看到这张的图里面 好比如说你看到的第一大岛在在在整个呢 加勒比海区的第一第一大哈就是古巴 对古巴美国看古巴看的多多紧啊 古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美国的一定介入 美国甚至于在古巴的靠靠近海地这边呢 还有一个关达纳摩海军基地这边 老实在美国要要介入海地很简单啊 因为古巴的靠近的靠近这个 就说多个多米尼克岛的这个地方 他有关达纳摩海军基地 过去专门表表演了海外虐球的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如果要介入海地很简单 海地都公开呼吁你介入了 你家门口的事情不管 为为什么 因为海地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管 好这个是海地的情势 他会继续混乱下去 我们最后谈一下台湾的疫苗 我们刚才反而忽略了旁边的多多米尼加多米尼加 但跟台湾断交 断交多米尼加现在的GDP是海地的50倍 多米尼加现在已经是 我看到中国的官方统计 他已经是中国在整个的加勒比海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他现在势头发展不错 但是海地没有人管 但是你你可能没有忽略 我前两天有稍微提到过 我说其实大家觉得 开始发现海地可能会出问题 不是美国 也不是蔡英文 你知道是谁吗 是跟他没有没有邦交的中国 中国的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副代表 叫耿爽 耿爽他以前是发言人 耿爽现在在联合国 联合国耿爽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 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把海地凑马一顿 他说海地这个国家太让人失望 大概重点就这样 太让人失望了 让海地的人民看不到未来 现在政局呢是乱七八糟的 经济也是乱七八糟的 耿爽在讲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你美国不管吗 现在已经没有违和部队了 怎么办 耿爽讲完不到不到四个月 某一次死了 我发现中国其实在判断这些没有邦交的国家 其实还是有他的准头的 比较好 比较不吃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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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